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這一集要來教大家十字交成法 我們要如何能夠用一個邏輯 比較快的找到交成出來的那個因式分解的這兩根 那提醒大家一件事 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等一下寫的東西 請把它抄到筆記本上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在寫的時候你要注意 我們分拆出來的是x加假和x加1 那這樣兩根不是假和1 這個兩根應該是負假和負1 所以我們並不是直接就根的部分來去討論 並不是直接就答案的部分去討論 而是去討論這個 我們在十字交成的時候去找到這個地方 x到底後面係數要跟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x平方加bx加c 前提是這邊已經變1了 x平方這邊已經變1了 那如果他不是1的話就去除 除完如果不是整數的話 看你是不是還是要去十字交成 就退回去用其他方式去十字交成 或者是乾脆就不要用十字交成 好 這樣子的話如果x平方加bx加c 可以拆解乘x加假乘x加1 那首先先留意這個c這邊是不是正的 是正的 好那這代表x 那代表x 那代表x 假跟1會是同號 因為正正會得正 負負也會得正 所以就是有可能是假跟1都正 有可能假跟1都負 那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b它應該是假的這個數字部分 絕對只假 就是數字部分 不管正負負負 就是假的數字部分跟乙的數字部分 合起來就是b的數字部分 就是數字部分 這樣子 那如果b大於0 所以這裡你在寫筆記的時候 這裡 加絕對值 b也加絕對值 所以b大於0的話 那假以都是正的 然後b小於0的話 假以都是負的 這個時候 这个时候B越大的话 那这个甲乙呢 他们是甲跟乙呢 那他一定是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的话 那谁大谁小呢 就是说 应该说他们两个都是正的 谁大谁小没有差 那就是说B越大的时候 甲跟乙这两个差距就会越大 会差得很远 会一个很大一个很小 我们举下面这个来当例子 X平方减50X加89 加89 有没有看到是 常数是正的 常数是正的代表你的这个甲 到时候猜出来的甲跟一样是正的 98 98 89 所以到时候你猜出来的这两根 都要是正的 都要是正的 结果这里是负的 不是都是正的 这个地方是正的 代表你这两根要同号 要同号就是有可能正正 有可能负负 结果这里是负的 所以他们两个就都是负的 都是负的 然后这里是51 51算不算大 以89来说已经算很大了 89的话呢 他这两根和这个数字部分合起来会是多少 最大就是这个1乘89 因为1乘98 1乘98 1跟98合起来是99 那再来就变成2跟49 那你就会发现它就砍一半了 所以其实这个51满大的 那你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2跟49 合起来就是51 所以他分解出来就是x-2和x-49 这样子 答案就是x等于2或49 然后你可以十字交乘检验负11x 那就是利用这题来说 来练习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常数是正的 这两个就同号 那到底同号是正正还是负负呢 这边 这个一次 一次这边是负的 所以他就是负负 好负负之后 那这两个数字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51满大的 所以我优先 这里写错了 因为这个51满大的 所以我优先去找分很远的 我从198开始找249 那如果这个数字很小呢 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x平方加28x加195等于0 这个数字 一样这边是正的 常数是正的 所以他是正正或负负 这边一次是正的 所以他是正正 那这两个要填什么呢 对195来说28好像不大嘛 对不对 比如说195我们知道这个14平方是196 14平方是196 所以195其实已经很 就是你就算14x14 也要14 喝起来也要18 对 那结果他不是14x14 因为他不是196 但是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数字跟他很接近 那我们从这个接近的这个平方根开始找 也就是我刚刚讲14x14 可是他不可能是14嘛 所以其实他有 他是什么呢 这个13x15 195他其实是13x15 13x15刚刚14加1乘14-1 就是196-1 所以他的这两根13跟15合起来就是18 那你会发现 再讲一次 常数是正的所以同号 然后这边是正的所以正正 然后这边如果数字对于这个 对于能够乘出 这个常数的数字来说是很大的话 那他其实就会在两头 如果对于能够乘到这个数字的 来说是很小的话 那他可能就挤在中间 就挤在他的平方根附近 从平方根开始找 如果是 如果这个常数 如果这一次是很大 就从1乘c开始找 就从1乘常数开始找 如果这个 这个越小 你觉得实在是很小 你可以从平方根开始找 因为平方根找出来就是加起来最小 那他不可能 如果你这里是正的话 他没有办法想过平方根 就是如果他是整数的话 他不可能两个都比平方根小 一定有一个比平方根小 就会有另外一个比平方根大 那这样子合起来就会差很多 这样子 可以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特色 这个常数通常都会小于 你的这个 一次系数通常都会小于常数 最后一个例外 那什么例外呢 就是你真的就是1乘c 比如说刚才这个 x平方-多少加98 如果是x平方-99加98的话 99x加98的话 通常一次系通常都要比常数 还要来的小 那只有一种情形 一次系会比常数大 数字啦 我说数字的部分 一次系的数字会比常数大 那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 常数和1 两个去乘起来 那这样就有可能 所以他只有一种情形 就是他比他刚好多1 那所以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这家 如果你看到这边是正的 然后这个数字部分 又比他数字部分多1 那就不用有余了 这个做久其实也会发现这一点 好 好 再来看这里 刚才介绍的是说 如果常数是正的 那如果现在常数是负的话呢 那么甲乙是1号的 那么这个时候 一次式的这个系数 其实是用你那个甲跟乙去减出来的 比如说这个负2和4 那他合起来就会是2 就是4-2 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次式是正的 代表你正的那个比较大 一次是负的代表负的那个比较大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都整理过 主要是下面这里 如果一次式越大 也是代表你那两个是一大一小差很远 那也是从1乘以c开始找 如果你的一次式很接近 那也是从平方根开始找 我们就再举了两个例子 比如说这样子 那33 我才100嘛 100的平方根是10 所以其实33离时也有一段距离了 不算小 不算小 所以我今天知道他是负的 那我就知道这里一定是一正一负 然后我知道这里是负的 所以负的这个会比较大 然后他33 代表我到时候这两根怎么样 对减是33 数字的部分对减是33 所以180是1和108不太可能 是2和54不太可能 是3和36 诶有 所以是3跟36 36比较大 所以放在负的这边 这样子是字交乘 所以这个解出来 x就减加3 x加3 然后x减36 等于0x等于36和53 下面再练习一个 OK 那你会发现 他的这个 x可以小到很小 因为他是用对减的 所以他这里是负的 所以这个开出来是一正一负 然后这两边数字 对减起来只差2而已 然后结果是这个 震的比较大 那我刚讲到对减起来只差2 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数字一定很接近 很接近的话这两个数字 他就会接近他的平方根 那这个121是11的平方根 那当然他不可能是11乘11 所以他可能是10乘12 有没有 这样是就差2 差2的话比较大的那个放在正 所以是正12-10 所以x加12 x-10等于0 x等于10 或-12 这样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在处理十字教程的时候的技巧 那要留意一下 在他这个常数是负的情况下 这个一次是一定会比常数小 因为他会对减 所以就算你是这个 就算你是本身108跟1 那减起来是107也不会比108大了 所以他最大的情形就是这个刚好差1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是c和1 如果你的b直接就是1 比如说 比如说 x平方-x加110 就是0 你的一次4的系数大小 绝对值来看只有1而已 他是-1 那绝对值只有1而已 那其实你这两个就真的就差1 真的差1所以他就是10跟11 然后负的要比较大 所以是加10-11 x加10x-11 所以x是-10和正12 这样子 好 那如果结果你的一次是会等于0 其实这个反而简单 对不对 x平方-9等于0 那这是什么 a加b乘a-b 这是a平方-b平方 所以x加3乘x-3 那我们也可以从十字交成的角度来说 对不对 你看这个常数是负的 常数是负的 所以一正一负 一正一负 然后相较会是0 所以是两个数字是一样的 所以就加3-3 可以吗 来用上一次的这个练习题来练习看看 x平方-25x加144等于0 上次这几题 那如果你还没有 上次没有练习到的话 现在来算一算 如果上一次已经练习到的话 把它拿出来 这个144 144是12平方 12平方144 12平方144 12平方的话 25也多两倍 还好 那心中大概有个敌 首先这里是正的 所以他这两根应该都是正的 这两根要同号 然后这两根要同号 他这里是负的 所以这两根其实都是负的 两根都是负的 我刚刚说了 这个144是12平方 那12平方合起来就24了 结果他是25 所以他其实很接近12平方 他如果不是用14乘以144的话 那他可能是怎么来的呢 意思是除了12平方之外 12乘12 12乘12 之外呢 你把一边减少一边增加 他10也没有 11也没有 然后这个9 下一个就9乘16了 那9乘16刚好合起来就25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9 一个是16 所以他这个等于0的话 那你可以得到X-9 X-16等于0 X等于9 或16 可以吗 一样是144 我们就是故意的 一样是144 来去分析他 这个是正的 所以这两个同号 同号的话 这个是正的 所以这两个都是正的 现在是51 51就离得有点远 对不对 那144呢 这个51就离得有点远的话 我们从72乘以2不可能 36乘以4 72乘以2 36乘以4是50 还有一个乘以3的 乘以3的话是48乘以3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说的 我要怎么去找呢 72乘以2 这两个合起来74 那36乘以4 这两个合起来40 不对啊 我应该比他大 所以我这两根 应该会比36和4 还要再分开 所以我就想到说 那其实还有一个 集在中间 他除了乘以2乘以4之外 还可以乘以3 就有这个48乘以3 所以合起来是51 你看透过这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为什么要去分析这些方法 你就知道说 我这个越大 到时候这两根是分越开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随便找了两根 凑起来很小 那代表你应该再分开一点 如果你这两根加起来很大 超过他 那可能你还要再去找更靠近的两根 所以这个答案 我就直接写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3 或者-48 一样是1-48 现在常数是负的 所以是一正一负 然后要注意最后是正的比较大 所以合起来是正的 这两根差7 差7不算差的很多 差7不算差的很多 所以他其实是很接近平方数的 那我们刚已经整理过了 12乘12不会啊 那是没有差 9跟6呢 是不是差7 4差7 所以就是一根9 一根16 9跟16 那他差7 大的是正的 所以他是x加16 x-9等于0 所以x等于9 或-16 可以吗 换个颜色 一样是144 常数是负的 所以一正一负 这边一次4是正的 所以到时候正的比较大 差到70 差很远啊 对不对 差很远 所以刚才144 有没有这个 72乘2 所以就差70 我就说你这边差的很多嘛 所以就从差很远的去找 所以是72 所以是72跟2 所以x是2 或者-72 再来 一样是144 所以是 这个是正的 所以是同号 这边是负的 所以是都负 差24 其实这个24 刚好就是12跟12 其实这条是完全平方式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x-12的平方 可以吗 看最后这一个 144 有没有 负的 所以是一正一负 一正一负 这边正的 所以是正的比较大 差1 差1就刚好是144和1去减出来 对144和1去减出来 所以他就是x- 所以x就会等于1或-144 透过这几题来练习 让你们了解到这个技巧的使用 来看一下 这个之前的一个作业 复习复习 其实很简单 这一个跟这一个展开后 第一问常数 常数是多少 诶 你想说 诶 诶 是f of e吗 不是 那常数是多少 诶 诶 其实怎么样 常数一定是用 常数乘常数乘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还记得吧 常数就是-7乘1 是-7 可以吗 这个细数和就是f of e 那细数和我们前面讲过 不用展开来直接带 所以他是前面带x等于1 后面带x等于1 那带x等于1都等于是直接在算细数和 所以前面的细数和是3-9加14-7 所以多少 16-17 正1 后面这个是5加11-2加1 所以是12-7是5 等于5 这第一题 第二个他问 x7次的细数是多少 那这个x7次的细数呢 其实就是用4次乘3次这个乘出来 所以他跟常数的道理一样 常数就是-7乘1 那x7次就是3乘5 -15 可以吗 然后他问 激素次的细数和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要留到激素次 也就是偶数次要消掉 如果我带f of-1 那偶数次都是正的 激素次会变负的 所以我现在要留下激素次 要把偶数次消掉 所以这个激素次的细数和是用 f of-1-f of-1除2 那来看一下 -1乘起来怎么样 -1 4次之后是正的 所以-1 f of-1是 正3 3次的这个 会负的 负负9是加9 然后这个是一次的 所以-14-7 后面这个是 后面没位写 写上面 后面这个是 三次是负的 所以是变正五 然后这个是 四加十一加二加一 所以会变成 这是二减二减九 负九 然后这个 五八九十九乘十九 九乘十九九一九九八十一 等于171-171除二 等于176除二是八十八 这个是奇数次系数和 下面 X6次 刚刚讲到X7次的话是三乘负五 那X6次呢 X6次其实会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四次乘两次 一个是三次乘三次 四次乘两次产生的X6次是 三乘十一 然后三次乘三次的乘出来的这个X6次是 这个负九乘 负九乘负五 所以是三十三加上四十五是七十八 然后X向系数也有两个来源 X向系数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X 两个 一个是X乘常数 一个是常数乘X X乘常数这边是14乘1 是14 然后常数乘这边的X是-7乘2 也是14 所以这里合起来是28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106 最后问X平方 那X平方向的系数 其实本来会有三个来源 是X平方乘这个常数 跟这边的X平方乘这边的常数 跟这边的X乘这边的X 可是因为这边没有X平方 所以它X平方乘这边常数1 是0乘1 那其实就是没有 然后再来是 这个X乘这个X是14乘-2 然后是这个-7乘这个11 X乘这个X乘这个X平方 是-77 这样子 所以前面是0 前面是0 然后这边是-28-77 所以结果是-105 -105 那这是这题 然后这次的作业 用十字教程法 我们已经教了一些使用它的技巧 来去解这几题很少 四题而已 平凡的练习 其实我就是怕你们自己不做 所以我们上课就多练习一点 作业就反而没有出那么多 这个问题 统结一集 然后这个二元一次方乘4 X乘比方向系数是1 小明看错一次是解出2跟2跟3 小华看错常数解出来是3和4 请问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想一想 想一想 那我们这集上到这里 回到这个期待